纪无旧和叶珍珍的长子叫纪正泽 纪正泽小朋友在五岁之前一直都是独子 作为全大旗最牛的观恩代 纪正泽的童年生活与一般小孩无异 如果一定要说出一点区别 那就是他家比别人家都大 大到他的小短腿根本就走不完 他家的下人比别人家的都多 以至于好多下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这个小主子 还有就是他的父亲是全天下最严厉的父亲 证据之一 他爹可以把任何人的爹骂得汗流浃背 还不敢有任何微词 这位父亲对待自己的亲儿子态度也不大慈祥 纪无旧虽然能把整个天下管理的井井有条 但是在当爹这一方面却着实的缺乏经验 他的教育观念简单又直接 岩父出孝子 慈母多拜儿 事实上从纪正泽出生的时候起 纪无旧已经对这个儿子颇有意见了 因为这娃娃长得太胖 导致他娘生她的时候有些吃力 叶真真生产的那一日 纪无旧在产房外等的满头大汉 站不稳坐不实 听着里边叶真真一声声的痛叫 他心疼得要死 恨不得带他受罪 等孩子终于出来了 七斤半的一个大胖小子 纪无旧冲进产房 来不及先看一眼孩子 就扑到床前看叶真真 叶真真的脸色苍白 汗水把变发打得透湿 他疲惫的半合着眼睛 看到纪无旧来嘴角一撇笑道 我儿子呢 声音嘶哑无力 从那个时候起 纪无旧就觉得生孩子可真不是人干的事 所以他们以后只要这一个孩子就好了吧 但是叶真真很想要一个女儿 其实纪无旧也想要一个小公主 可是一想到叶真真生长子时的惊心动魄 他实在是心有余悸 也就有些犹豫 过了几年 这种惧怕稍微的淡了一些 对小公主的渴望 终于让叶真真的肚子再次的大了起来 结果 还是个儿子 叶真真说 哼 再来 我还就不信了 纪无旧被他这话逗得有些好笑 当晚两个人做了某种让人脸红心跳的勾当 纪无旧坐在床上 让叶真真坐在他的身上 两腿攀着他的腰 他一手搂住他 另一只手托着他的臀 助他上下挺动 一边挺腰配合他 一边扶在他耳边轻笑 来吧 欲取欲求 终于把第三胎怀上了 当听到自己又喜得皇子之时 纪无旧心想 算了 儿子就儿子吧 儿子也挺好的 这一次的生产很顺利 他跑进产房看叶真真时 叶真真的精神还很好 看到他来抱怨道 又是儿子 纪无旧便安慰他 哎 男女都一样 儿子也是我们的儿子 这个儿子长得像你 你应该好好看看他 这时 叶真真突然捂着肚子叫道 哎哟 哎哟 怎么回事 难道那小娃娃听到我抱怨 赌气又自己爬回来了 纪无旧惊道 真真 你怎么了 稳婆 稳婆刚才看到他们夫妻说话 不好意思尽前 现在看到了叶真真的反应 掀开他身上的被子看了看 惊喜道 皇上 娘娘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 请您稍稍一架 小公主就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了 闲话扯得有点远 且说眼前 纪仲泽小朋友 今年三岁了 长得粉雕玉琢一般可爱 说话哪声哪气的 他一张口 无论是说什么 听到的人心都要画掉大半颗 不止人连鸟都喜欢他 昆宁宫的那一只黑乎乎的聊歌 连皇上和皇后娘娘的面子都敢不给 但是一听到姬正泽小朋友 哪声哪气的叫他一声真笨 他立马就会飞过来 立在他的肩头 乖顺得很 所以说 小娃娃是大杀气 无坚不摧 无往不立 比如 皇宫之中有一尊大佛 连皇上和皇后娘娘都久功不下 但是到头来 终于被纪正泽小朋友拿下 太后喜欢纪正泽 自从这小皇子出生 叶珍珍时不时的 就把他带去太后面前转两圈 太后亲眼看着 这小萝卜丁一天天的长大 慢慢的学会走路 学会说话 学会叫皇祖母 第一次听到 她操着童音慢吞吞的叫着皇祖母 太后那硬成石头的心脏也跟着话了 自那以后 太后多了一个兴趣爱好 逗弄小孙子 如果纪无旧在场 她一定会得意的加上一句 比你小时候可爱多了 纪无旧不以为意 男人之间比可爱要不得 但是看到叶珍珍捧着纪正泽的小脸亲啊亲 一边亲还一边说我儿子真可爱的时候 纪无旧有点坐不住 哼 珍珍 我呢 她说道 你怎么了 叶珍珍很奇怪的看着他 纪正泽也学着叶珍珍的样子 奇怪的看着父皇 一大一小两个人的表情 出奇的相似 纪无旧指了指自己的脸 叶珍珍抱起儿子 去亲一亲你父皇 哎呦不是让他亲 纪无旧说着 一看纪正泽顿时黑线 你那是什么表情 纪正泽的表情没什么 只不过略有点不情愿 有点嫌弃 对于这个平时一点都不友好 还总是喜欢对他很美貌的父皇 纪正泽有点害怕 自然也就不能像亲近母后一样的去亲近他 跟父皇是不能正面对质的 纪正泽于是转头寻找外援 瞪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看着叶珍珍 委委屈屈的叫了一声 母后 叶珍珍立刻怒瞪纪无旧 做什么凶儿子 我我没呀 纪无旧气焰顿收 我怕父皇 父皇怕母后 母后喜欢我 纪正泽很小的时候 就学会了用母后来应付父皇 长大读书以后 他发现这其实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学名叫做一物降一物 总之 纪无旧对纪正泽小朋友的意见很大 这种意见在纪正泽一而再 再而三的爬到叶珍珍床上睡觉时 终于达到了峰值 小孩子对娘亲都有依赖心理 这可以理解 但是 理解归理解 纪无旧每每在床上发现 他和叶珍珍之间横跟着一只小萝卜钉时 总有一种老婆要被抢走的错觉 还有就是 小孩一来 他和珍珍之间就不能 不能那个什么了 事可忍 熟不可忍 纪无旧决定要找纪正泽谈一谈 之所以要找纪正泽而不是叶珍珍 是因为这小萝卜钉才是个罪魁祸首 每次都是这小破孩主动扒着叶珍珍的衣服 母后 我想和你一起睡 奶气的声音配上哀求的大眼睛 叶珍珍立马就投降了 为了表示这次谈话的重视 纪无旧把纪正泽叫来了养心殿 纪正泽被人抱着 放在椅子上 很局促的看着纪无旧 纪无旧脸一板 以后不许找你母后睡觉 啊 纪正泽很无辜的看着他 那个小眼神太有杀伤力 作为一名严妇 纪无旧坚决要把持住 于是面无表情道 你是大孩子了 男子和大丈夫顶天立地 你该学着自行自立 不要一天到晚的缠着你母后 一直在照看着纪正泽的奶娘在一旁听到此话 心想对着一个三岁多的小孩说这样的话 皇上你还真是 哼哼 对于此时的纪正泽来说 纪无旧的话略显深奥 他听得半懂不懂的 但本能的知道这对他很不利 于是一撇嘴说道 我才三岁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这话是跟叶珍珍学的 叶珍珍经常的这样数了纪无旧 觉得小孩不应该这么就从小的阳格管 纪无旧并不吃他这一套 你三岁零八个月了 不要在这里跟我装嫩 纪正泽眼睛一转 问道 傅虎 你这样对我母后知道吗 嗯 郑重打心 于是纪无旧决定 还是先跟叶珍珍沟通一下比较好 当叶躺在床上 耳听得身旁的小萝卜丁睡着了 他坐起身 扯着纪正泽身下的小褥子 把那小娃娃拉到里边去 纪无旧侧躺在叶珍珍的身旁 他拉着珍珍的手 轻轻地搬过了他的身体 与他面对面 珍珍 纪无旧低声唤他 叶珍珍睡得有些迷糊 他微微地掀起眼皮 看了一眼纪无旧随即嘟囔到 啊 叶眨眼怎么长这么大了 嗯 他拍了拍纪无旧的手臂 乖 睡吧 越长越像你爹 纪无旧赶紧把叶珍珍摇醒 珍珍 醒醒 叶珍珍清醒过来 轻松着眼睛 怎么了 纪无旧凑近了一些 贴着他的身体 想你了 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就为了说这个 想什么想 哎呀 天天见 你疯了 儿子还在呢 那就把他拖走吧 纪无旧很郁闷地说 儿子儿子 眼里只有儿子 叶珍珍不是一窍不开的 这会看到纪无旧这样 猛然地发现自己 确实是有些冷落他了 于是安慰他道 哎呀 明天吧 好不好 纪无旧趁着叶珍珍心里的 那一点愧疚还在 于是起身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 忠心思想就是 怎么该让纪正泽小朋友 从今往后回自己该去的地方 叶珍珍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被他熬鹰似的扯着絮挡 他困得头一点一点的 就答应了 两个人密谋好了 刚要睡觉 却发现纪正泽已经被吵醒了 似懂非懂地听了一些他们的谈话 他扯着小辈子 委屈地看着叶珍珍 母后 你不要我了吗 哎呀 不是 我 一番解释加劝哄 一家三口终于地达成了一致 纪正泽每个月可以在叶珍珍的床上乱入十天 其他的时候都要好好地待在自己房间不许乱晃 尤其是不许随便地进入母后的房间 当然了 在纪正泽会算数之前 他的这个限额是经常会被苛扣的 我已经在集思维不许买 我已经在集思维不许乡